《非公司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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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就開始 各位朋友 各位夥伴 各位記者同仁大家好 我想這個是我們中心 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今年研究的一個重點 我們非常感謝互幫文教基金會的贊助 讓我們在對台灣的能源轉型 跟低碳社會的轉型 做一個比較深度的 漸漸深度的一個研究 今天來跟各位報告的也就是說 台灣能源轉型的過程中 大家都非常關心缺電的問題 缺電的問題 這是一個議題 但是在全世界各國能源轉型 其實還有非常多的面向 包括當然像最近能源轉型 比如說大家會說燒生煤 會不會造成汙染 這是環境保護的面向 那我們剛剛講缺電問題 全世界各國的政府都關心出 能源安全能源穩定的問題 所以除了能源安全 能源穩定的問題 環境保護的問題之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探討的 就是社會公平的問題 因為能源轉型在世界各國的經驗裡邊 一定都會日漸的讓能源的 這個費率更加公平 用白話講一點就是說 能源價格可能會破洞 那我們台灣事實上在過去 這個能源的補貼 尤其是工業電價的補貼 都是有一定的數目 在2014年的時候 這個電價的補貼 工業電價補貼 對 工業電在2014年的統計 我們工業電價補貼是121台幣 那這是一個社會不公平的一個狀況 包括我們前年唐獎的得主 就是當年的那個 這個 Brandon Ward 那個女士 她都說她注意到了台灣 其實化石藍料補貼還很高 那這國際上也在看 那我們今天要主要探討就是 因為如果說有這樣的一個工業電價補貼 另外一個是說能源轉型的時候 我們的電力價格可能會波動的情況底下 我們來比較國外的經驗 那看看我們的政府應該怎麼來應應這個趨勢 再簡單的說明一下 我們的能源轉型不能只是關心能源安全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是大家現在非常關心的問題 也不能只是關心環境保護的問題 那站在我們台大社會科學院的角度裡面 我們當然說環境保護我們更關心社會公平的問題 所以今天就會開始來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 初步研究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也是要呼籲政府 在這個能源轉型或是電價未來調整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到一些社會公平弱勢的問題 那我們很高興我們這個團隊有好幾個研究員 我們有這個張國威老師 我們執行長領導的這個三個博士生 他們非常的 還有我們一個這個宜君這個我們助理研究員 他們來做這個研究 那我們就請這個黃雷根博士生來跟我們做這個報告 謝謝 大家好 當然我們有時候呢 都會看到呢 在那個便利商店或圖書館或素食店 有一些學童學生在那邊做功課 我們通常都覺得說 他們大概就是為了有朋友而同伴 那因為我自己就是住在距離 台北市一個很大的中低收入社區的 大概距離五百公尺左右 所以我知道 他們不是全部都是為了好玩而已 他們有一些是因為 家裡面那些 閱讀環境本身就非常的不好 所以他們沒有足夠的照明 或者是夏天沒有辦法開冷氣 所以才要到這種場所去 那我本來以為 那個是我家附近的一個特殊情況 因為是中低收入戶集中 後來呢 有一個團體 跟我們在聊的時候 那他也談到說 他們跟台北市有些合作的時候 發現也有這個現象 那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在想說 這會不會不是中低收入戶單純的現象 而是一個台灣普遍的現象 那他究竟佔了多少人 那這個情境我想給大家再提供一個想像 因為我後來去想 什麼樣的家庭會有這樣的情況 在台北市裡面 欸我就想到說 我就認識一個家庭是這個樣子 他們是夫婦兩人 還有兩個國小的小孩 那媽媽是月入兩萬多塊錢 爸爸月入三萬多塊錢 這樣就已經不是中低收入戶了 可是他們是住在大安區的頂樓加蓋的一個套房裡面 那那個頂樓加蓋的套房很老舊 所以他只有兩處插頭四個插座 那那個去的時候 他們的電器他們的電燈都是不夠 因為房東也不會讓他們隨便加太多變壓器 那他們當然也沒有冷氣這些 或者是說很省得開 欸結果這樣子的情況 大家也知道在台北市頂樓加蓋這些家庭到底有多少 那他們是不是真的在油水電瓦斯的負擔上 完全會壓垮他們的生活 所以我們就開始這樣子的一個探索 這我們台灣剛剛 周老師也有引言提到 我想在座各位大概也知道 我們對低收入戶有一些減免 那我們化石燃料補貼 那也有偏低的水價在國際上 所以在這些背景下 常常其實我們不會認為說 台灣真的在油水電瓦斯負擔有太多 可是事實上在2011年油電雙漲的時候 民怨是很高的 那所以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到底有多少的家庭正在煩惱 那所以我們就開始看國際上怎麼談這件事情 那國際上是這樣子 落後國家他簡單講這個要區分出來 落後國家是在講 你在家裡有沒有在燒柴 燒泥炭這些高污染又低效率的東西 那有沒有電可以用 所以這種能源貧窮不是我們要的定義 我們要的是OECD國家跟高索德國家的定義 那這種的定義大概 其實英國是蠻早開始做 他在1970年代就開始做 那為什麼英國會在意這件事情呢 因為英國他們有用暖氣的需要歐洲國家 他們需要冬天有足夠的暖氣用才不會人死人 所以這對他們是很嚴重的意義 那這個就是英國的特殊性 那歐盟各個國家有它特殊性 日本是因為他在金融風暴之後 他們現在出現很多減居足 很多這種家庭 他們也會有暖氣 也有使用基本需求的問題 那這裡就是說 所謂的能源貧窮到底要怎麼探索 一定要從他在地這個國家實際國情的需要來定定 可是呢他在出發的時候 總不能沒有一個標準 所以在這些國家還是早期的研究裡面 我們通常是採取 就是當他的能源支出佔 他的可支出所得10%以上的這個族群 我們就稱他為容易敏感的族群 是由能源貧窮現象的族群 但是這個10%只是作為一個初步指標而已 進一步就需要更精確的去估計 這樣簡單來講就好 就是說如果你的月入10萬 結果你超級浪費電了 你一個月電費1萬 難道也要算能源貧窮嗎 當然不行 所以初步當然要剔除高所得 那我們就利用這樣子的一個定義的基礎 那就去做油水電天然氣跟水的一個調查的一個分析 來自中研院家庭收支調查 那我們先剔除所得裡面中位數以上的 所謂所得中位數以上就是說 你把台灣的各個家庭的所得 按低到高排下來的時候 中間的那個以上的我們都不要算他 那只算中間以下的 那這樣子會得到一個 這個油水電天然氣支出超過家庭的時候 是10%的潛在的一個風險區域 我們要說這是潛在的 那很重要的是也要說明一點 為什麼也把水列進來了 那水大概佔 油水電天然瓦斯開銷大概是3%到5%而已 目前是不是非常重巨大的一個開支 那大家也知道 因為台灣的水價很便宜 如果有水資源有研究過 商人你才知道 那在水資源的專家都會倡議 台灣的用水的 是遠遠的低於台灣應該要付出的水價的代價 就我們現在的水價不足以去維護我們的水資源環境 所以終究有一天台灣要發展下去 水可能要面臨漲價的衝擊 所以在這裡我們權錢也是把它算進去的 那當然這個事後我們要精進它 也許不一定會做什麼樣的調整 但是當我們這樣去算它的時候 我們這次的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喚起社會跟政府的重視 因為這個數據提出來之後呢 其實對於台灣未來要走再生能源跟非核家園 會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它需要先去面對這個事情 以及漲價要漲在哪些人的身上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說沒有重視這件事情 其實我看到一個前車之鑒 就是這次美國竟然就是川普當選的這件事情 可能就會發生 因為它訴求的並不是那群最窮的黑人 或是拉丁族裔的人 他是普遍的白人 他的那個貧窮自認定已經到了中位數以下的 所以這個問題政府真的需要去重視 於是我們經過剛剛這樣的考證後 我們出來一個三百多萬的一個數據 這個是初步推估台灣油水電瓦斯支出的高負擔的人 那排除中 這個已經排除了中位數以上的家戶 那他受衝擊的影響是我們的家庭的百分之 將近十三左右的一個數據 涵蓋大概一百萬個家庭 都是他潛在風險的區域 那所以他這個議題值得我們重視是 當我們跟現在我們在社會福利網 社會安全網當中的中低收入戶來看的話 目前的中低收入家庭佔我們全部家庭的百分之1.4 這是最新的數據 那百分之六十以下就是所謂的低收入戶 他有1.73 但是呢 如果我們看能源使用負擔過重的這一群 潛在能源貧窮的人 他是有5.65跟7.32 也就是說中低收入戶只佔我們所有家戶的3.13 這是政府的福利跟支出有管道 但是能源貧窮潛在的族群有13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中低收入戶是這樣 但是油水電支出負擔過高是這樣 這一些人都是將來能源轉型之後的 中低收入的可能的候選人 那這是一定要重視的一件事情 到底這個漲次會怎麼漲 所以意味著這些中低收入戶 應該大部分都是會涵蓋在油水電負擔過高的 除非他降低他的用電耗用的所得 像是他的小孩就要去圖書館讀書 就不能夠回家做功課 他能源負擔過重的人 是遠超過中低收入戶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說 對這些人到底負擔最重的是哪裡 這個是全台灣全部的家戶來講 他的油水電瓦斯負擔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黃色這一條是汽油的負擔 所以雖然我們油價沒有在全世界特別高 但是我們私有車自用車的這個比例也是很高 機車也很高 這個是很合理的一個數字 那事實上在整個油水電天然氣支出中呢 電費只有在這條線是在百分之二十上下的一個線 這解析度不太好 那瓦斯的開支是十左右 可是我們如果聚焦在 所得後四分之一的家庭 也就是剛剛排序過 所得最後的這四分之一的家庭裡面的話 電費支出會從二十提高到三十 那瓦斯會從十提高到二十 他的電費線會在這裡 這個意思就是說對於 比較貧窮的四分之一的家庭而言 當電費跟這個瓦斯費在波動的時候 他的受影響程度 遠遠比台灣的平均是高很多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應該值得重視這個地區 可是呢 這個是必須說明 政府不是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所以呢 他訂了一個三百三十度 他代表一年的電費呢 應該是一萬多塊錢 那我們初步去做統計之後 他是初步是能保護中低收入 跟後四分之一所得的家庭 以這裡出來的結果之後 台北跟新竹 會比較受到影響 也就是說 用電超過這個度數的人呢 其實在台北跟新竹是比較多 所以他們可能會受到影響是比較大的 那這樣看起來大家應該是說 好那是不是OK呢 其實並沒有這個樣子 因為現在政府對於電價要怎麼調 我們沒有很有把握 他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 我們從國際上的經驗來看 當現在我們的政策宣示是 2025再生能源發電量 他要達到百分之二十的時候呢 我們從英國過去 03年到14年 德國從97年到14年 他們也是從現在大概四左右 到百分之二十的發電量 他們的電費一個是上漲 住宅變價一個是上漲百分之二十五 一個是上漲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我們可以不照這個樣子漲 也很希望他做出很更好的對應 我想這邊下一場都是專家 他們想了很多方法來對應 那但是呢 是不是面對漲價這件事情 政府有仔細在考慮 德國再生能源發電與電價的相關係數是0.93 就接近一億 就是說當你提高一個percent的時候 你的電價就會相應的成長 那這個相關係數非常高 然後46%是能源局情境模擬器的一個推估 我們會有46%的漲價幅度 大概介於兩者之間算是蠻合理的 但是這個數據 當然很多人質疑這個模擬器不準 不準到底那是怎麼樣 我們希望說 好好的來研究這件事情 那這個衍生出來就是說 調整電價應該是必然的 這個是德國跟英國當時漲價的一個幅度 當他們再生能源跟這個移地的時候是逃不掉 那這個是德國的住宅電價跟再生能源的相關係數 所以我們很簡單 今天因為是做一個倡議的部分 我們的建議就是應該針對能源貧窮的潛在風險 進行嚴謹的全國性的社會影響評估 並且這個報告要公開 我們有時候常常就遇到說 怎麼沒有做這樣子 結果後來就突然 某一家電力主宰事業就會出來說 我們其實有做 然後就是你沒有公開啊 那沒有公開而且它也沒有成為政策的支持或者是依據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我們希望的是說 我們也看到很多片面的影響評估 電價影響評估 但是大多是針對經濟影響評估 GDP會少多少啊會多多少啊多少人會缺電 我覺得要跳脫這個論述 事實上這件事情絕對不只是經濟部啊圓能會啊少數幾個單位 它應該是個跨部會研究 因為我們在跑這個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戶政的貧窮的所得的部分 內政部管的部分呢 有些資料不夠細不夠公開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到鄉鎮市的指標性的定位性的研究 那財政部有些稅捐資料有些財稅資料 事實上的這些運作 我們也沒有辦法把它整合起來 經濟部當然掌管人員局 那台電非常需要釋出電錶 跟這些是不是能鬥傷 當然我們面臨現在知道這有個資法問題 可是我相信這是可以解決的 我們一定要把潛在風險族群標示清楚 才能知道政策要怎麼樣有效 不要一個政策下去 最後這個潛在族群都沒有受益 結果又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那所以基於如果有的這樣子的社會影響評估 我們就要設計出合理的住宅店家的基居的設計 那個梯度是要多少 哪一些人是需要漲 要漲多少才能夠滿足轉型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我們兼顧低收入族群剛剛的330度之外 我們還要考慮中等收入者的衝擊 330度以下不漲 但是我們看到那個成本是真的在上升 那你要轉嫁給誰負擔 那過去我們的經驗就是政府也不太敢漲工業的電價 那你敢漲嗎 你還是要漲多少 那這個要轉嫁給誰負擔呢 才能讓比較不窮的負擔 不是避免讓比較不窮的負擔比較多 然後讓真正有錢開跑車浪費電的人都沒有影響 這是我們怕的 因為我們看到健保老保最被幹掉的就是這樣子 當你一改成二代之後 我們發現好像你最低的那些保障的人動的也沒有那麼大 但是受苦的就是比他們稍微不窮不弱勢一點的我們在座 我想當然大部分都是啦 也許你們裡面有不是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政策就會導致新政府再次的讓人民不信任 那大家現在網路知識都很成熟 已經進入公民3.0 大家隨便一算就知道錢在受害最多 就像年金一改 結果那些不是那些最肥的那些年金的人受到最深 很可能是那些真的很辛苦了 教書教到快吐血教了40年的人受害最深 那這樣子這個就非常不公平 那所以我們就認為說這個為什麼一定要特別去面對這個梯度的問題 不要到最後真的是看到浪費油開跑車的人跟浪費電的人 他們還是繼續爽爽的過 但是整個又是我們負擔 那根據上述的評估呢 我們建議如果這樣我們應該針對這些對象 還有針對這些地方做能源效率的提升 包括造明空調的專案性的改善 其實這個就是英國跟歐盟很多國家在做的 至少我聽到很多人從英國待很久回來都會知道 他們政府有一些合作的專案就是去促成他們老宅的一些造模跟空調的改建 那這個部分就是要提高能源效率 因為上述的這些問題呢 其實除了在電價上成本上去改善之外 全部這些國家也都知道 用電的效率的提升 也就能夠擠出非常一大塊的空間 我想這個也就是我們一定要去努力的部分 我想這個在座專家 那個深漢跟徐老師更是專家 他們事實上可以看到 當我們台灣把節電的能量給釋放出來的時候 我們電價可能不用漲那麼多的 但是我們為什麼今天要提 就是如果我們沒有看到政策上或是一個白皮書的報告 我們很serious面對這件事 而且是跨部會的 不要今天又是台電又有個報告 那我們也不見得太信任 這也不是我們的問題嘛 因為我們不相信台電真的能夠access這麼多的資料 那你騙騙性的評估我們會有懷疑 所以這些是我們期待政府要去改善去做的事情 那潛在衝擊影響的人口跟加戶數 初步估計起來就在100萬戶以上之多 那這樣子是不是已經值得我們政府好好來總事 那最後我們真的必須要講 若參考我們現在再生人員落後全世界各個主要國家的一個情況 我們就在湖這邊 那我們大概跟韓國就是 那日本扣掉水利之後 其實也才佔5%到6%左右 那其他國家都是已經盡力的在發展的情況下 我們期待政府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能源貧窮問題妥善的來處理它面對它 然後來順利推動 2025年再生人員能夠 佔發電量20%的目標 甚至更高 我們覺得政策上 好好去做面對跟研究 減少事後的衝擊 讓一件對的事情好好做 這真的就是 這上面一年多快兩年以來 我們對新政府最大的期許 那包括很多議題 我想在這裡不要插開來 但大家也知道 現在發生的這些議題 不就是因為你前面沒有做很好的評估 前面沒有做很好的溝通以及研究 最後你實證研究拿不出來 那緊急倉皇所導致的嗎 所以我們真是期待說 我們政府好好的來面對這件事情 那我相信民間的力量 當然民眾也會全力的來支持一件對的事情 那我在這裡也要特別講 我們這次的研究呢 得利於老師們指導之外 還有這位那個鍾明光先生 可以站起來跟他看一下 那在這些精算的數據 以及地理資訊系統上的專業 都提供給我們相當多的幫助 好那我們在這裡就介紹到此 謝謝各位 我們這個團隊除了他們兩位之外 他還有那個趙家瑋博士 那他因為今天工研院那邊沒有辦法請教 所以他們在Mail上計算來計算去 就是有很多系統的東西 我再簡單的 summarize 幾個重點 就是我們國家的這個化石燃料補貼 根據那個國際能源總會的IEA的算法 是60億美金 那根據台電的算法 我們工業補貼在2014是120億 那這就是一個屬於在我們在能源補貼上面 未來政策上要檢討的 我想這個社會各界都一直在談這個問題 好那第二個重點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重點 就是根據我們初步的研究 還是要說明一下 這是我們非常初步的研究 我們這樣的一個未來 以這個排除所得中位數的算法 台灣未來的如果漲價的話 電價漲價影響衝擊會有大概13% 約300萬的人 有一百萬的家庭會受到衝擊 所以在這個基礎底下 我們就是呼籲是說 政府應該重視這個問題 第三個重點就是 目前台灣目前的這個中低收入戶 佔全國的收入戶只有3.13% 但是根據我們這樣剛剛的算法是說 但是能源貧窮 受到能源貧窮威脅有達到百分之接近13%左右 所以也就是說未來如果電價上漲的話 最大的最快速的衝擊就是中低收入戶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好那現在即使民進黨新政府都提到 另外是說要用基劇 330度這樣的一個算法 那但是我們還是會故意是說 這樣的算法它的透明性 還有它的這個需要跟更多的這個 我們通常講說現在厲害關西人 能夠讓I'm voice to voice 就是我們聽不到聲音的族群出來講話 那如果能夠更加傾聽一些民眾的聲音的話 會把這個社會公平能源正義做得更好 好那也就是最後就是說 當然呼籲政府在這方面的研究跟透明性 就是我剛剛講的 好那最後一點 第六點 就是剛剛那個瑞根講的 在能源效率上面 如何能夠再透過社會創新 透過這個benefit cooperation 我們今天也來了一個來賓外帶來再介紹 在照明空調有一些社會創新的意見 我想這個是我們台灣要走的路 那我簡單的 summarize在這邊 那剛剛提到這個社會創新 我們大概能源貧窮這個部分 有沒有辦法做社會創新 那或是說透過這個所謂的這個社會利潤的這個企業 來改善這個問題 那今天來到現場 有那個多名的這個 這個園丁凱先生 那他是他們的 園丁 園丁 可以創死人 他很謙虛 創死人 所以待會我們有機會 在大家討論的時候也可以請這個 我們大家都園丁 這個廷凱園丁 談一談他們在台北市看到的現象 台北市看到的現象 好 我想這個是我們第一階段大概先做介紹 那我們接下來就先開放 給大家來討論 跟大家來分享跟交流 我想接下來 那比較細部的問題 也可以請他們來回答 那我們本來要釋出 我們用全國地理資訊系統 就是鍾明光先生 他以前是美容環水庫的總幹事 他們都有很多 他算了很多GIS的圖 也非常辛苦 但是我們想說 這個數據現在放出來還比較 沒有那麼精確 所以我們還是做得很群捨 當然也很辛苦 那我們還是先開放給現場的 同仁大家一起來討論這個問題 謝謝